那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瑞穗香的温泉部落文件站 相当的重视长辈们的口腔保健 特别到站宣岛之外 温泉部落的爷爷奶奶们 也以绘画的方式画出各式口腔保健 以及拒绝吃槟榔等涂画异象 重申拒绝槟榔保健口腔的重要性 如何避免口腔疾病的发生 温泉爷奶们用画的比较快 各个用彩笔画出了自己的口腔保健方式 以及拒绝槟榔的决心 图案色彩丰富 深入浅出的画作活泼又生动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 不能吃槟榔 拒绝槟榔 吃槟榔的时候让主槟榔烧 而且会变成了作品 而且会拒绝槟 口腔保健你画了什么 跟大家介绍一下 拒绝槟榔 你的冰榔在哪里 这个 就是吃冰榔 我的冰榔变质了 是呢 你这个画 没有 打叉了 全部打叉 不能吃冰榔 不能吃 我妹妹没有吃 口腔健康影响全身的健康 瑞瑞祥卫生所有建于此 就特别针对部落长辈吃冰榔的文化慣习 特别加强 味教宣导 今天上午也结合了温泉部落文件站进行口腔保健的宣导 温泉野奶门则是以绘画方式重生聚吃冰榔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我们还是要了解到说吃冰榔对身体还是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说可以透过那个卫生所的这样的一个宣导的那个计划 然后我们可以配合 然后带给长者可以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健康 对 特别是在口腔保健这个部分 那去吃冰榔绝对是健康 瑞瑞温泉部落文件站在2020年成立 目前有将近20位的部落长者到站共学共餐 身心灵获得全民的照顾 也让在外打拼的子女更加的放心 而这一次结合卫生所口腔保健宣导 加深长者们对口腔保健的重视 加强口腔卫生保健以及定期检查 来降低罹患口腔疾病的几率 记者是玉兰张明泰瑞瑞瑞采访报导